乾隆皇帝是历史上相对长寿的一位君主 在位期间也相当长 衍生出各种奇闻异事 多半也都与广大的后宫女性有关 有趣的是 乾隆在76岁时 还亲自参与了后宫的临选 当中就选中了一位同样出生满族贵族的美女 也就是树飞完颜氏 树飞完颜氏出生满洲乡红旗 父亲担任过清车都尉 山西参江等要职 完全符合清朝临选宫女最重视的血统因素 关于树飞完颜氏的一大奇闻 就是她的入宫时间非常特别 是乾隆已经76岁时选入的 也可说是乾隆最后选入的美女 不过都超过70岁 为何还选新后宫 其实为的不是自己 而是为了皇子永远 也就是后来的家庆 作为侧附近 奇妙的是 当时永远已经有敌附近西塔拉氏 也就是后来的孝叔日皇后 那乾隆为何还要给儿子 再指一位侧附近呢 后人推测 这算是一个买保险的性质 西塔拉氏再嫁给永远后 两人十分恩爱 先后生下了几个儿女 其中就包括后来继位的道光皇帝 但是乾隆五十年时 西塔拉氏经历了一次小产 没想到对西塔拉氏的身体造成了巨大损耗 最后在医疗不发达的情况下 早早就过世 可惜的是 乾隆最后选物的宫女 恕非完颜氏 嫁给永远没几年 也早早过世 距离成为皇后 只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不过关于完颜氏的记载却十分神秘 仅有出生的年份1772年 去世的具体时间则没有记载 成为清朝的一项奇闻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